第一个事 昨天我非常想跟大家讲 看完这个消息家人们 我都震惊了 我汗毛孔都竖起来了 但是我没讲为啥呢 因为昨天没实锤 我就查了全网了 就好多那个小博主 就是说了这个事 然后我就想不实锤 不敢给大家讲了 这事太大了 就比那个埃布拉姆斯航母 这个这个这个 在那个红海被野门给干沉了 就这事都要大 说什么事呢 非常炸裂消息 有人说苏啊 有没有炸裂的 今天我跟你说绝对炸裂啊 有人说变巴巴赶紧说吧 来美军战斗机的机密 资料泄漏了 你们敢想吗兄弟们 全世界第一大军事强国 全世界最牛的战斗机啊 F15 F35 还有美军现役的一些 七七八八的导弹数据 全网流传 就你们查 你们的搜索能力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也能查得到 查得到 而且浩浩荡荡 乌乌扬扬 整个是250GB的资料 骂呀 竟然是个真事 那么问题来了 兄弟们 我就请问了啊 就第一个问题 这些资料 谁泄露出来的呢 哎你们可以猜猜呀 有人说老毛的 啊 有人说不知道 我现在家人们啊 我查完资料之后 我都蒙圈了 当然在我也不能说 百分之一百万的 确定是谁泄露的 那么第二个家人们 就咱就说泄露资料资料 这个人 他不怕美国熟识他吗 如果说我的话 我都吓得瑟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话题啊 第二个话题 家们 前脚战斗机的资料 咔嚓被人泄露了 后脚兄弟们 你就要发生了一个 普天同庆的事啊 你知道什么事吗 日本的F15高战斗机 在北海道那边 五五旋旋的 定当四五六的 还在军演呢 那家伙天上 嘎嘎溜的 练切名呢 就演出的时候 突然间发生意外了 炸弹 哭叉 就脱轨了 就爆炸了 战斗机当场 训爆直接坠海 那么问题来了 这次坠机发生在哪呢 我们都说了 哎 小本子上大俄家门口 呼呼哈黑 你这不找死呢吗 那不是 盐不让你三个死 你等不到今天的五更吗 对吧 所以说 这次坠机发生在 俄罗斯家门口 到底跟谁有关系 跟这个F15 这个泄密有关呢 还是跟人老毛子有关呢 咱们聊一聊 这第二个话题 那么第三个话题兄弟们 就是南海 世纪大对决 家门值不知道 就是过程比 那个古巴导弹危机 包括什么美苏军舰的海上对峙 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这个事 咱不能讲 家门 你们就知道就行了 都懂吧 但是反正最后的最后呢 就是出现个什么事呢 美国的罗斯福号航母 不要浩浩荡荡的 不要五五玄玄的 上红海 给人护航去吗 接替那个 艾森好友 好航母去吗 原本说呢 就是通过这个巴士海峡 然后又在南海 然后呢 直接过那个湾 然后去红海 这回绕道了 绕老远了 绕到菲律宾东边了 那一路南下 然后穿过 印度尼西亚 然后再到 马里加海峡 反正里里外外 绕老远的路了 那么这是一个事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事呢 随后美国 五角大楼宣布一个事 说九月份 九月份之前 要撤走部署在菲律宾的 叫提风中程弹道导弹的系统 并且美军也要撤出菲律宾 这提倡日程了 如此之慌张 刚从小本的撤完 又要从菲律宾这撤 咋的 难道美国真要撤出第一岛链了吗 真要撤出南海 真要抛弃日本 以及菲律宾了吗 对不对 这是第三个事 第四个事兄弟们 泽连斯基这哥们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 说出了一个惊天地气鬼神的事迹大言论 说乌克兰希望立刻和俄罗斯 在第三国的斡旋之下进行谈判 要进行和谈了 还承诺会保证俄罗斯的利益 老体们这啥情况 俄罗斯会接受吗 然后俄乌战争咱都预测了 说今年年底都打不完 说那个那个谁呀 那个那个特朗普上台都未必能停 怎么就这么顺利结束了 你们感情吗 家门 你们觉得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对峙 能结束的 我扣不一 结束不了我扣不二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现在在那个欧洲那边啊 乌克兰和波兰 不是稳步推进吗 人说了要干白俄罗斯吗 对吧 要斩首卢卡申科吗 然后北约也都知道 美国也支持吗 突然间兄弟们 出了出了个噩耗啊 就昨天咱也提了嘴没讲 今天咱们讲一讲 好不好 这个计划彻底报废了 为什么呢 就在昨天兄弟们 白俄罗斯就是恰恰好的时间点 就是刚刚好那么非 啊 今天这个消息 这是离谱当中 但是刺激 刺激当中 带那么一点搞笑 搞笑当中 带那么点什么的夸张 咱也不卖关子了 直接给你们开讲 话说什么呢 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家们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 一海呀 突然之间呢 再次宣布说老铁们 你们一定要注意了 啊 我们胡塞武装呢 又又又 第三次打中了美军的航母 哎 听到这个消息 可能有些老铁说没啥吧 毕竟之前打那么多次了 现在你再打一次 啊 也完全在我们意料之中啊 只要你不把美军的 埃森豪尔号给干成了 那都不能算新闻呢 对吧 怎么说呢 兄弟们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啊 没一会儿 美国直接就回应了 直接强势反驳呀 说野门你别给我咧了啊 胡塞武装你逼人 那个凑嘴啊 说你小俩那么吹牛呢 美军航母压根没被击中 啊 那么就在反驳完之后 美国中央司令部 美国五角大楼 紧接着宣布了说 呃 干了 说马上撤回美国的本土 兄弟们你们没听错啊 美国人就是这么搞笑 一边说没被击中 另一边直接宣布了 说我要撤退了 那么说到这儿老姐就好奇了 说美国人这招到底什么个情况啊 现在美国航母到底什么个情况啊 美国人说要把航母撤出中东 又是打着什么算盘呢 咋的了 彻底放弃了 哎 大家别着急 听我讲完 你们就知道这件事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 究竟是怎么一个道德了 好不好 事情老铁们 据说发生在了6月21号的晚上 咱们必须得从这个节点开始说起 为什么呢 当时黎巴嫩珍珠党 记不记得首次跟谁联手了呢 伊拉克的民兵直接联手了 对着以色列境内哭哭哭 就是一顿炸 而且兄弟们 今天我插播一条新闻最新的 新鲜出炉的 黎巴嫩再次出动无人机 把以色列的油气工厂 包括什么军工厂 还有什么指挥场所 包括整个民用的什么发电设施 什么水电站 把一大堆都给你标出来 用无人机直接把那个定点给你标记出来了 什么概念 我黎巴嫩想炸以色列的正常的基础设施 关键设施 我纷纷就炸 对吧 而在当时6月21号的时候 这波炸完之后 你知道让人震惊的消息是啥吗 可不是说以色列被炸的有多惨 或者说什么以色列报复黎巴嫩了 不是 而是什么呢 这波炸完之后兄弟们 科威特 阿联酋 包括沙特 这些中东国家这些中东国家直接讲话了 要从黎巴嫩撤侨 直接撤出平民 并且还同时警告自己家公民 说没事 别往黎巴嫩那边窜的了 这种撤人这个行为兄弟们 意味着什么呀 我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吗 对吧 很明显 家人们啊 很明显 这就是中东国家已经发现不对了 老铁们如果一个地方出事了 谁最最先发现 你家邻居啊 你家打仗了 你家邻居最先发现呢 对吧 这个不对 这个小九九 这个小西子 这个小火花 谁先发现 邻居先发现呢 整个中东现在黎巴嫩撤侨了 什么感觉 在我的感觉就是 妈呀 真要坏菜 中东真要大乱 一定要提前做准备 对吧 那么在了解完这个情况之后 兄弟们 重磅消息直接来了 说撤侨的可不止中东这帮哥们们 家人们 谁呀 加拿大的外交部 也宣布了 说他们正在和黎巴嫩政府协商 要撤出 四万五千名 加拿大的公民 我的个妈呀 当时我看完 我震惊的 不是说加拿大要撤侨 你知道我震惊的是什么吗 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震惊 你们有没有思考过 我再说一遍这句话啊 加拿大外交部宣布 说他们跟黎巴嫩政府正在协商 要撤出四万五千名 加拿大的公民 我当时我都蒙圈了 我蒙圈在哪呢 蒙圈不是说加拿大要撤侨啊 兄弟们 加拿大都这么喜欢找司机吗 黎巴嫩又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旅游或者工作的地方啊 对吧 你什么玩意 你去了四万五千人 你四百五百个人就了不定了 结果一口气 你干过去四万五千人 当时我又觉得这回事不对吧 这新闻说报错了 多打俩零啊 然后我就查 我查了一下加拿大 还有中东那边的资料 不挨过一 不查不知道兄弟们 一查直接吓一跳啊 这四万五千人的加拿大公民 除了三百个女的之外 其余今天讲啥话题呢 首先一个事啊 就是挺炸烈的 说美国那个罗斯福号航母不是滚蛋了吗 不是往中东走的吗 然后韩国这边呢 有点急了 你知道吧 就是玩命就拉着这个他爹呀 大老美就说哥哥你能不能离开之前 你跟我给那个朝鲜上上眼药啊 结果老铁们这一个眼药上的呀 我老刺激了 直接把那个最强巴蕾猴眼睛给杀着了 乌洋乌洋的就鸡眼了 朝鲜突然间射射了一个弹啊 导弹 这个导弹呢 还是个弹道导弹 而且这个弹道导弹兄弟们 还是分体式的 然后这时候啊 美国日本韩国全坐不住了 妈呀 直接炸锅了 那么问题来了兄弟们啊 分体式导弹有什么特殊的 美日韩为什么会担心呢 兄弟们 好不好 今天必须一百万 感谢啊 感谢百事可乐 百事可乐 给我加粉丝团 好不好 谢谢你啊 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今天胡塞呢 上了个狠活 实在太狠了 时隔两天 再次炸了以色列的船 这都不要紧啊 在哪炸的才是关键兄弟们 在哪炸的呢 在以色列境内的 叫埃拉特港口干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连续两次被炸 以色列到底现在有没有能力 对黎巴嫩发起战争了 而且前两天美国补给的船 装了75 5万吨 还75什么吨呢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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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药的船 也被炸了 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开战 啊 这是第二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兄弟们 呃 也门 也门 这次呢 是首次公开 叫自主研发的一个高超运速武器 打击画面 自主 你们没听错 自主研发的啊 叫什么呢 叫新款的叫哈德姆二号 高超运速 连续突破美国 突破以色列 突破约旦 这些国家的防空网络 精准打击中目标了 那么兄弟们 问题来了啊 问题来了 也门的导弹技术 哪来的呀 为啥进步这么快呀 啊 这个问题 这我跟你说 这全世界威胁之民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兄弟们啊 就是沙特 呃 我们说了好长时间 说要给大家详细讲沙特 今天实现这个愿望 沙特现在喊话说 支持中方对中东问题解决办法 并且还直接表示了 如果离以战争开战 会对真主党提供必要的帮助 兄弟们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啥沙特这么大胆啊 疯狂跟美国对着干呢 难道沙特真的完全倒向龙国了吗 啊 今天消息兄弟们 那叫一个夸张啊 怎么个事呢 就说日本突然间找上韩国人 跟韩国人叫板了 叫嚣了啊 但是这次呢 不是说韩国跟韩国人商量什么坏事 直接找了韩国就讲话了 说现在我不管美国人跟你说啥 你给我待着 你给我嚣听点 是龙你给我握着 是盘着是虎你给我握着啊 要不然你韩国你个小咖的 你你这个小小小西吧 你再也别想跟我日本好啊 有老铁一听这个话 肯定就说说你是不是说错话了 啊 是不是说错话了 那韩国跟日本不都是美国的狗吗 这咋俩狗子还干起来的呢 他俩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哎 我跟你们说 一点没说错 你们没听错 这事老精彩了 就说什么事呢 在昨天啊 家人们美国日本韩国他们仨不得瑟吗 那是军演的吗 军演演到最后呢 就收尾了啊 要谢幕了都敬礼了 美国罗斯福号呢 也已经手手手东西准备往中东那边去了 结果兄弟们万万没想到 家人们啊 万万没想到 我一百万唱歌啊 韩国人一心思 说这可不行啊 你这 这个罗斯福号航母一走 那接下来谁替我下过朝鲜呢 哎 然后韩国这边呢 就找了那个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说大哥呀 既然你马上要走了 你这么的 你走的时候 能不能带着我 一起去那个盐平岛附近 你转一圈 是不是啊 只要你答应我 啥条件咱都好说 结果美国印太司令部这个司令 一听这个话 当时就怒了 我去边拉去吧 你不知道26号人朝鲜 刚试涉一个高超音速早蛋吗 你那那巴巴巴巴巴的新闻里面说 你说人家啊 试涉出息就失败了 我硬和你说失败了 那这那玩意人家朝鲜 设那玩意到底成为成功 别人没输 你心里没输吗 是不是 你说人失败了 上坟烧报纸给你家韩国鬼听 韩国鬼都得起来给你吃顿泡菜 你这么骗人的吗 人骗不了你骗人 那么说这还有个好消息 什么事呢 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野门胡赛武装首次把这个 这玩意给公开了 首次公开了这个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 和击中目标的视频 全给你爆出来了 老刺激了 我必须给你们讲一下啊 怎么个事呢 26号就是前天时候 以色列 有一艘 叫什么叫地中海 沙拉号 沙拉五号这个货轮 都已经跑到阿拉伯海了 结果还是被野门胡赛武装和索马里联手不给干了吗 这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这边不是马上要打仗了吗 以色列这个补给船被干成了 没补给 以色列不是相当于彻底完蛋了吗 哎 也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那边击眼了 直接就给谁呢 给意大利 给希腊 给西班牙 这些欧洲国家下令了 说你们这边不是给乌克兰准备一帮弹药吗 先不给他送了 赶紧通过地中海 赶紧给以色列送过去 这样还能 就什么呢 叫避过野门 在直布罗陀海峡那帮火炎王的突袭 而这边下令 另一边 我跟你说 意大利直接就把货往以色列发了 那动作教育个快 结果兄弟们 刨根问题不好使 野门是没发现 但是谁发现了 兄弟们 让俄罗斯给发现了 俄罗斯瞅着了 当时普达地讲话 都说去边了 美西方 你们这帮人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真的 不给乌克兰送 转头就给你那个活跌 活颜 往以色列送 今天啊 我就要给你上一课 我就让你 你们这帮小咔了明白 当战争犯的 没什么好下场 说完之后 俄罗斯一点不带犹豫的 直接把这个消息 搭一个按钮 发给野门胡塞武装了 而野门胡塞武装这么一瞅 那简直怒火中烧啊 毕竟他才刚把以色列的那个船 在阿拉伯海干爆 你这转头怎么着 你换个方向你来干我 转头美国又要给以色列送一批新的武器弹药 站在美国立场上 这叫什么 叫物资调动 及时就难对吧 但是呢 站在野门立场上 这不就在挑衅吗 不就告诉野门说老子从地中海走 哎你打不着打不着气死你 那多些人呢 所以说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啊 野门胡塞武装当场拍桌子怒了 直接告俄罗斯说 大哥你放心啊 我你都不用说 我全明白 你就给我这个信息 大哥你就是好样的 虽然他们从地中海走 我没有 我没有几款导弹能打的他 但是我绝对不但让他们这么暗暗信息完成补给的 说完之后兄弟们 野门直接就开始动手策划攻击行动了 但是呢 俄罗斯这边一听当时说话了 说你等一下 啊 老弟你先等会儿啊 你刚说什么 导弹不够用 这是问题吗 哥绝对不让你把这事让你难办 你等着就行了 就这么一整 兄弟们 我抵个麻呀 第二天 野门进入导弹工厂之后 眼睛都蒙了 都亮了自己的科研人员啊 突然间零光乍现 哎 你说巧不巧 就在这个时候就研究出来一款最新的高烧元素导弹 咱说实话 这个破坏力提高的都是一方面啊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野门手里第一款高烧元素叫叫哈德姆一号 射程只有1400公里左右 但这次这个二号兄弟们啊 直接射程干到了2200公里 然后就到行动阶段了 这个行动阶段老凿效了 野门收了信号 说给以色列送货的货轮已经进入埃拉特港口了 行动可以开始了 叶海呀 直接下令 说来吧兄弟们 来活的 啊 咱接活按照计划 先分三批释放60架无人机 给我干扰他 给我骚扰他啊 让他害怕他得瑟 同时导弹部队准备跟进 结果兄弟们 话音刚落呀 新缓的哈德姆二号导弹发射部队 直接讲话了 说哎 停一下呗 停一下哥 无人机也导弹了 你别整了吧 你这是这么的 我们科学侠对这个玩意非常非常有把握 你这么的吧 哥 你给我个机会 咱无人机导弹省一省 你这次就看我表演就完事了 啊 当时叶海呀 听完都懵了 说啥玩意 大哥 你别闹了 咱跟这个 以色列这个 就叫什么 埃拉特港口之间 骂呀 你是没看地图啊 以 我们跟这个埃拉特港口之间 隔着沙特呢 隔着约旦呢 还隔着埃及好几个国家呢 那美国基地跟那个蚂蚁窝似的 你不用无人机 你不用普通导弹干扰啊 你不用宝格斯打击你 这一份上了 伊朗你还有有什么理由可怂啊 而且这次 内衣格下令去弄死小步 俄罗斯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只是没去阻拦而已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现在普大帝 其实都已经做好准备开干了 对吧 至于有人说俄乌对边的事 老铁们啊 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出问题 这你们就放一百个心 这两天啊 俄罗斯又是公开展览 什么战术核武器 又是进行战术核武器精确打击实验 就按这个节奏来讲 如果说中东这边先搞把大事 拿战术核武器轰炸乌克兰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用战术核武器 把在俄罗斯本土的乌军给干了 那可能性就大到没边了 所以总结一下什么概念呢 不管美国人说的多好听 他就现在在那拖延时间 为什么拖延时间呢 也很好解决 趁着这个空档 去跟反美武装说好话 但是这个好话 姑妈啊 也没啥人会听 而哈马斯的 不管会不会接受停火协议 现在伊朗也好 俄罗斯也罢 都想 甚至是都准备好在中东干把大事了 包括阿尔及利亚 你刚才知道了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就是无解的 总之啊 还是这句话 中东大戏 马上就要开始了 说完这个呢 咱仅仅说一个搞笑的新闻 特别搞笑 就在俄乌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 老铁门 你知道谁出来了吗 马三哥出来了 那 直接出来了 莫迪 老仙 宣布 说那个 最近一段时间我没事 啊 我准备在当地时间的 8月23号 也就是三天之后 他要访问 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了 搞笑吧 好家伙了 这可是莫迪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首次去乌克兰呢 过去两年多了 兄弟们 虽然也有不少国家的老大啊 去基辅去访问了 而且泽连斯基的魔咒可到现在没解除 跟他握手的不是被暗杀了 就是咋的了 就是辞职了 要不被迫辞职了 就连谁呀 啊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岸田文雄 家人嘛 也现在不是宣布了吗 跟他握完手了吗 回去了吗 宣布辞职了吗 对吧 但是能干出这个事的呢 都是西方国家 就是去那个什么基辅去访问的 啊 就还有美国两个走狗嘛 一个 一个一个日本啊 还有那个 嗯 韩国去没去呢 也去没去 我忘记了啊 如果去就算他 没去就不算他 呃 其他但凡稍微精神正常点的国家 都没去 啊 也不敢去呀 为啥呀 因为你不只涉及到安全问题啊 加码 俄乌这事是战队问题啊 对不对 去呢 就意味着 你又你战队了 你有点战队西方了 你站在俄罗斯对面了 对不对 那么印度现在在天天喊着不结盟的情况之下 加上了 莫迪突然间宣布 要去访问基辅 到底为了个啥事呢 人家印度外长就是非常明确说了 说印方啊 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 推动俄乌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冲突 可能老铁就会问了说 俄罗斯不是说所有谈判都停了吗 这老仙几个意思呀 对吧 我跟你们讲 老仙啥想法都没有 从印度总理莫迪的角度 他就是抢风头 老妈这样出了风头 就觉得说社会我印度哥不一般 就是所有国家办不成的事 我印度给你办了 就这个感觉 至于小印度啊 就看到什么价值 有什么价值 很简单 印度认为乌军攻入俄罗斯领土 这个时候任何国家都不好插话 但是他就觉得他行事 他就觉得他的地位 在普京那边不一般 普大地那边不一般 能说上话 所以说的一定要插进去 显得印度呢 就影响力巨大 站在乌克兰的角度来看 乌军这次攻入到俄罗斯本土 那就是泽连斯基 借助欧洲力量实现自救 今天小泽的还喊话呢 要求英国法国德国给他提供援助 而且说他们在俄罗斯打得特别好 今天还说话呢 所以他就是在借助欧洲力量 在自救呢 否则未来一旦是川普当上 这个这个进入到白宫了 上台了 拿乌克兰领土换和平 那泽连斯基未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所以说小泽啊 一则是想什么呢 想通过这次突袭 获得更多美西方的军事物资资金的支持 同时避免美俄直接拿乌克兰领土做交易 他还挺聪明的 对乌克兰来说啊 只要能占助俄罗斯 哪怕一寸领土 美俄这个交易就根本没有办法完成 同时小泽也是在想 想在与俄罗斯谈判当中 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什么概念呢 手里多握点牌 甚至他想拿乌军占领俄罗斯领土 来交换俄罗斯 OK了这样吗 开始讲了 说土耳其这边不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吗 对不对 谁出手了呢 委内瑞拉 前两天你们记不记得 委内瑞拉老大老大哥的飞机 让美国给扣了 你说多 这事做得多不给人脸面呢 你再怎么知道 你不能扣老大哥的飞机吗 对吧 专机啊 还是专机让美国给扣了 说是说什么呢 突破美国的制裁了 美国在情况之下 委内瑞拉就是就是 那个不能有这个飞机 然后给拉到美国国内去了 把人家飞机拉到美国国内去了 你这不是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对吧 所以说今天啊 委内瑞拉直接出手 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海军 他没报备 也没请假 啊 就这么突然 直接杀到委内瑞拉境内了 按理来说 他偷渡到委内瑞拉境内 就算了 这算偷渡 关键是这个美国海军呢 还带武器了 而且带着武器就算了 还跑到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的办公室附近 转过去了 哎 就这么一转 有朋友们 你放平常就算了 刚才我说了 前两天 美国出手 把人家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的专机给扣了 这事发生之后 马杜罗已经收到信号了 知道吧 当时气不行了 说美国肯定要对他 采取强制手段 有人原来 原来我跟你说 有可能说 马杜罗不当为事 但是这个结果呀 朋友们 那全世界的大哥 都死多少个了 什么莱西呀 什么各种人 小萨拉曼被刺啊 小萨拉曼他爹被下毒啊 岸田文雄啊 对吧 说这个特朗普 特朗普前两天 又又又差点人给干了 拿刀 上去的 给他下完了都 这是我们给你们讲 又被人给干了 你说世界都乱的什么样了 包括塞尔维亚的 那个武器棋 前两天不也出事吗 差点 对吧 苏丹的 埃及的 都有事吗 对吧 所以说老铁们 这个马杜罗就说 信号他害怕 知道吧 就觉得说 美国要对他 采取强制手段 所以说这几天呢 委内瑞拉这边的防卫水平啊 老铁们 那是相当高 结果这个时候呢 这个美国的海军士兵 就这么离谱 跑到马杜罗的办公室 附近转过去了 这么一转 兄弟们 就是大半天 你说这不是 委内瑞拉军方的人出动了 这次抓捕行动啊 逮捕行动 居然还有几名谁呢 瓦格纳的人 他们擅长这事啊 瓦格纳士兵协助 而这个美国海军呢 就一个人 面对的是几十号人的围堵啊 他跑个屁了 跑不了了 连枪都没掏出来呢 两国的叮当四五六 半人给干晕了 随后被直接送到哪呢 送到委内瑞拉这个审民中心了 目前呢 委内瑞拉这边呢 没有透露任何关于这个 美军的现役的海军士兵的 这个这个消息 没有透露啊 什么目的也不知道 但是大家可以大胆猜一猜 家伙们啊 我们猜一猜 这个美军士兵大概率 他不是一个人 对不对 有可能是一批部队同时行动 而他只是个 他只是什么呢 太二愣的了 直接呢 暴露了 被抓了 至于他们这帮 美国海军士兵到委内瑞拉干啥去了 我就这么说兄弟们啊 美国人到委内瑞拉就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搞破坏 第二件事你猜是干啥去了 送毒品 知道不 运送毒品 而这次发现的美国海军很明显不是运毒的 那么就只剩一个可能 就是要在委内瑞拉搞破坏 那么再结合这个货 在马杜罗这个办公室附近晃悠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美军是发现来软的不行了 打算直接上硬菜了 把人马杜罗给做了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肯定不能排除 对不对 那么视角再回到美国这边 说出来你们估计都不敢相信 这个事曝光之后 叫什么 美国外交部第一时间找着马杜罗了 说老马你不能这么干 你当这个总统这事我承认了 我承认这次大选合法了 你这么的 你赶紧把我下那个现役的美国海军士兵 你给我送回来 你们没听错 这次美国人没和以前一样 直接发什么外交召会 直接什么强制要人的 不是 而是直接什么呢 第三下四的就求着 说马杜罗我承认你 你赶紧把人从委内瑞拉给我送回来 所以怎么说兄弟们啊 结合这次美国人这个反常的这个态度 这次这个事啊 恐怕就没有这么容易解决了 知道吧 不会这么容易解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2017年的时候 就有九个美国人到委内瑞拉去搞事 委内瑞拉这个地方跟巴西啊 都是一样非常非常乱 天天被美国搅拨的 我跟你说 那乱就乌样样的 乌眼睛 乌眼睛